来自彰化县路港传统木雕工艺大师 人间国宝双刃镇李炳归 汇集了历年罗汉系列的立体原雕 吊挂浮雕等超过了40件的精湛作品 即日请在苗栗县三亿木雕博物馆来展出 邀请民众一窥朴实生活化的罗汉真相 百味罗汉在人间国宝一时顶针的巧手之下 以浮雕技艺搭配水墨解析 阵线传统雕刻融合现代艺术的竞争技艺 享誉全国的木雕工艺大师李炳归 今年为三亿木雕博物馆带来 罗汉真相木雕新传奖 40多件创作涵盖了立体原雕 吊挂浮雕等罗汉裙像观音米勒 以及屏风百事 罗汉的在照相上 在那个艺术创作上 它有很活泼的题材 它可以把它做很宗教化的样子 也可以把它很进入生活化的一个体态 那我就以罗汉的这个相貌 或者他的生活仪态 去做他的雕刻的一个主题 罗汉系列的主题式展览 传达多年雕刻功夫的同时 也感受到李炳归钻研东西方艺术 书画曲艺 古典文史诗学等多元的境界 全是宗教文物 在市井信仰里展现的 真诚朴实灵冬样貌 目前台湾可能是最长 最大的一件作品 最宏伟 所以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看点 然后他还把所有人的 人世间的一个表情 市井的表情 完全刻画在我们罗汉里面 这是非常特殊的 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的十八罗汉 十八罗汉其实是从以前到现在老师 陆陆续续做的 那他完全跟传统的佛像罗汉是不一样的 因为他的佛像 把它重新 跳离了所谓的佛像制式的规格 他把它变得更人性化 2022台湾木雕专题展之一的 罗汉真相展开幕典礼上灌溉云集 闲见李炳归在工艺 人才培育等卓越贡献 作品出来是有传统工艺的精神 又有一些学院风 那所以非常鼓励大家 尤其是对木雕 雕刻艺术有兴趣的 这样的朋友们 大家可以把握这个时间 一起来三一木雕博物馆 展览从即日起 一直到7月17号 在二馆二三楼展出 民众不妨细细品味 体验大师一刀一斧的超高记忆 以及对木雕艺术的热爱 对木雕艺术的热爱